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是美国台义教授振兴 书中写的是党国时代下在美国萌芽的民主义事 一边钻研学术一边参与政治 这是50多年前许多美国留学生的生活写照 作者振兴访谈了超过30位和父母背景相近的留学生 勾勒出当年历史 1973年的时候 那个是气氛非常恐怖的 你又参加一个同胶会 他会打电话到你那里去 台湾最封闭最黑暗的时候 我们在海外居然有一群人 不计自己的安危 不计自己的生命 不计自己的前途 投入这么样的活动 保存了一些动力 振兴也在研究中发现 国民党政府当时利用全美各地领事馆 监控学生的行动 甚至图书馆都有献名 然而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 拥有反抗意识的台湾留学生 发展出一种非常紧密的社交关系 形成一股政治觉醒的力量 振兴指出 透过历史爬梳也是要反思台湾当今的政治处境 他认为台湾人的身份认同可以理解为更长期的一场反殖民斗争 最重要的是思考台湾人要的是什么 而不是两极化的去考虑美国或中国等大国利益 中央社记者林鸿汉洛杉矶报道 台湾多个公民团体日前飞往印尼交流 并且举办论坛 分享彼此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也希望透过跨区域串联 增进彼此关系 由台湾亚洲公民未来协会与台湾人权促进会及司改组织 共同组成的台湾公民社会亚加大访团 日前飞往印尼与当地的公民团体交流并合办论坛 亚洲公民未来协会执行长林文亮表示 他透过区域串联交流增进关系 并提升东南亚公民团体的生存空间 他们在性别方面目前是遭受比较大的挑战 尤其是比较保守的势力对于LGBT的挑战很多 所以我们相信在台湾的LGBT运动 虽然说脉络不太一样 但是应该也有一些倡议跟合作的可能性 可以大家互相学习 因为很多工作者在他们原本的国家 会因为这样而受到打压 那如果这样的话 其实台湾也是在间接的协助东南亚的民主化发展 台湾公民访团除了与印尼法福基金会合办论坛 针对民主法律及人权等议题深度讨论外 亚洲公民未来协会也在现场 发布了台湾在东南亚公民空间紧缩下的潜在角色报告 其中也点出了像是许多国际公民社团 在台湾注册时遭遇到的挫折 包括繁琐的注册过程 签证问题与人格和等 印尼法福基金会则分享了他们在国内运作的困境 针对台湾与印尼 公民团体的合作方向 林文亮表示 因台湾有许多印尼移工 因此在移工议题上 双方已有紧密合作 但仍希望未来能针对青年赔利 以及言论及会及结社自由等方面 进行更多交流 中央社记者李宗宪 雅教导报导 为了鼓励国际学生来台湾留学 台湾投入52亿元 在许多国家设置10座海外基地 在印尼率先启动 台湾三所大学也和当地超过20所大学 签署合作备忘录 为促进国际学生赴台留学 台湾投入52亿元 在全球设置10个海外基地 首站在印尼首都雅加达 启动台印国际人才循环基地 设立一个相关的办公室 会有一个专门的办公室 来专门做有关到台湾就学的 一个咨询也好 或者是就是从事华语文教育 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课程 所以这等于说是更进一步了 把我们的在海外招生的 这个一些努力 直接跟学校建立合作关系 金融的科技的 或是说半导体方面的人才的部分 那这个是台湾未来需求 非常大的部分 那因为台湾目前主要就是少子化 所以我们希望这些外来的优秀人才 能够来台湾就学之后 能够来工作 负责承办的台湾三所大学 镇修科技大学 朝阳科技大学 省无科技大学 已在雅加达 四水 邦家三个城市 成立据点 提供台湾留学资讯 咨询服务和华语教学 接牌典礼上三所大学代表 和印尼超过二十所理工大学代表 签署MOU合作备忘录 共同推动印尼学生赴台湾读书 以及在企业界实习 培养职场技能 实际来台前会先学习华语 以顺利适应生活和环境 招育部次长刘孟奇 透过视讯表示 明年请国发会 攜手规划的新型专班 除了为印尼学生 找到合作企业实习 还会提供津贴 单程机票和奖学金 鼓励更多国际学子来台深造 中央社记者李宗宪 雅加达报道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在华视频道和中央社网站 都有播出 我是张雅婷 我们再会